而北京的奥运水利方场馆 让世人眼睛一亮 现在在上海 2011年 形成了游泳的市井赛 砸下20亿人民币 要将近百亿台币 打造东方体育中心 虽然三大场馆跟水利方造型不同 但处处体现着水的主题 黄埔江孕育着自信的上海人 锦铃江畔更酝酿着上海新地标 由水利方之称的东方体育中心 上海水利方三大场馆各有特色 综合体育馆宛如向上抛起的层层波浪 容纳一万两千个座位 半月形的室外跳水池 远眺黄埔江两岸 游泳馆则由拱形的形体排列而成 总用地面积34.75万平方米 外形跟北京的水利方 蓝色泡沫截然不同 但处处体现水的主题 满怀雄心壮志 每一个单体来讲 肯定是小于北京的水利方 那么它的总体当然是超过了北京水利方 我估计是21个亿左右 20个亿到21个亿大概这样的情况 但实用性比较高 它的使用功能多一点 使用功能要多一点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建设 我们可以在面上来讲 能够全面的提高上海 承办国际顶级赛事的这样一个能力 上海水利方专程为了2011年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新建 短短两星期五大项目比赛 参赛的国家地区170多个 这次上海赤字将近百亿台币 打造一流场馆 更要好好露个脸 我现在脚下踩下的这一大片工地呢 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已经在加紧的赶工 而怪手也在清除乌迷 因为两年之内 崭新的东方体育中心就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不仅要跟北京的水利方户别鸟头 赤字了20亿人民币 也要借此让上海站上世界的体育舞台 那么有一这么一句话 体育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那么通过举办这种顶级赛事之后呢 能够进一步把上海介绍给世界 把世界能够吸引到上海来 争取国际级赛事 上海大动作 从世界杯女子足球赛 网球大试赛 到F1方程试赛车 直到上海金融之都还不够 上海企图心全方位